你说郭欣林 还知道 那谁不得让他儿子吗 14岁不上学了 说了样子了 这都知道 还完了 都这么说吧 谁知道我上学时 学习成绩多好啊 小学连续六年 我都是三好学生 我确实是郭老师的儿子 但是我希望 别人在介绍我的时候 不只是用这个 万词来形容我 我要证明我自己 我这个人 我对自己的这个感情 是非常有要求的 跟一个人在一块结婚 过日子 携手走过一生 这不是个很重要 很值得斟酌 很值得考虑的一件事 这倒是 哪说那么容易 看一个我走 那就结婚去 绝没有 不能草率 而且很多人 现在啊 拿婚姻当什么呀 拿婚姻当跳板 有这样的 太看重婚姻方面的条件了 对对对 那都不应该 什么是爱情啊 就是简单的 我喜欢你 我想跟你在一块 天天一块吃饭 一块工作 一块生活 这叫爱情 我要因为你 希望能得到 一些个什么条件 那不是纯粹的爱情 我这个人 从来就看这一点 我从来不考虑什么 这个人有什么呀 有什么 那都不是我最需要的 真的 有钱难买 也高兴 我喜欢你 我就得跟你结婚 你当时说过说 为什么要找朋友 为什么要结婚 他说一定是 两个人生活 比一个人生活快乐 他才结婚的 对吧 你说过吧 对 我是觉得这句话 说得非常好 非常非常非常对 一个人选择不结婚 他一定觉得 一个人比两个人 更快乐 更快乐 他一旦选择结婚了 他一定是遇到 合适的人了 遇到对的人了